嗨 大家好 我是巧玉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 10种我只有一样的物品 第一个呢 是眼镜 以前我觉得眼镜可以做不同的造型 有度数的近视眼镜 没有度数的造型眼镜 或是太阳眼镜等等 但是用了那么多副眼镜 都因为我的度数太深 镜片太厚 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佩戴而浪费了 前两年我生日的时候 我老公送了一副新的眼镜给我 它的价格可以买10副平价的眼镜 我以前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它的眼镜可以这么贵 我只知道它的眼镜非常的轻薄 放在桌上轻轻一吹 都会跑掉的那一种 让它戴起来没有负担 一直到我自己佩戴过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眼镜也是应该要讲究的 就算近视度数很深 眼镜也是可以戴起来很舒服 而且能够依照自己的使用需求去挑选镜片 如果是长时间要盯着萤幕的话 可以挑选一些抗蓝光的镜片 平时的时候呢 镜片度数是正常的 那当你看出或是看镜的时候呢 可以让度数减低一点 让眼睛的压力不会这么大 亲自体验过后我才终于明白 好的眼镜只要一副就够了 第二是项链 我现在佩戴的项链已经超过20年 是用小时候人家送的金饰去银楼换购的 小时候人家送的金牌啊 小戒指小手链 长大之后根本戴不进去 干涉换衣的自己喜欢的项链 每天佩戴比较划算 第三个是钱包 我甚至有超过10年的时间 没有花钱自己买钱包 上衣的长披甲 是我妈妈出国买给我的 做过几次断舍离之后 用不到那么多的卡片 所以我现在已经换成老公淘汰不要的6卡皮夹 上周的影片是钱包整理 里面有我使用钱包的分享和说明 第四个是耳机 目前使用的是AirPods Pro的无线耳机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双手可以放下手机去做别的事情 也不会被耳机线给干扰 使用习惯以后就再也回不去有线的耳机 那因为耳机是属于比较私密的配件 用完之后也不建议你上网拍卖 所以一次只要持有一样 等到用坏的时候你再做更换 第五是垃圾桶 现在我家的垃圾桶只有一个 以前小时候家里每个空间都会摆放一个垃圾桶 每次妈妈要倒垃圾的时候 就要到处收集垃圾 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垃圾桶 倒垃圾的时候简单许多 而且可以很好观察垃圾的数量 如果数量太多可以提醒自己 是不是最近买太多物品了 每次消费的时候都会产生过多的包装和杂物 让垃圾的数量比平常还要更多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丢垃圾 也可以养成使用完毕 立刻收拾分类的好习惯 另外我之前有尝试过养蚯蚓 想要在家里堆肥 分解一些厨房的厨余 但我实在是太害怕那种 湿湿滑滑又长长的生物 我根本不敢面对蚯蚓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让蚯蚓去留下的公园野外求生 第六是手机壳 我非常喜欢大理石的材质 家里有许多的地方都是选用大理石的食材或是布置 就连我的笔记本跟手机壳也都是大理石的图案 只要是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图案 使用起来就会非常满意 一个就已经足够了 手机壳的功能是用来保护手机 既然它保护的功能还在我就不会替换 第七个是风扇 在你装房的时候选择足够的顿速 冷气的冷房效果才会比较好 如果屏数差一点点的话 我建议选择顿速大一点的冷气 有些房子不只要考虑我们的空间大小 还有你的房子可能位于顶楼或是有西塞跟通风的问题 这些都会影响到室内的温度 如果选择顿速刚刚好的冷气运转起来 它会比较辛苦 所以可以选择多抓一点点 这样子呢你就不用额外的添购风扇 现在的空调功能也非常的多 有冷气暖房和除湿 这样子一物多工可以大大释放出你家地板的面积 我家现在只有一台Dyson的二合一凉风智慧空气清淨机 净化和凉风的功能二合一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第八个是化妆用品 每一种化妆用品 不管是粉底、粉柄、腮红、眼线、睫毛膏、眉粉、眼影 目前呢我都只有一个品项 以前皮肤不好的时候 常常需要用化妆来遮盖自己的缺点 光是遮瑕膏就有四五种 当我把皮肤的根本问题解决之后呢 就越来越不喜欢化妆 就连保养也变得非常简单 替自己省下许多的时间跟金钱 第九呢是行李箱 我家目前呢只有一个登机箱 如果出国旅游的天数比较长 或是地点比较远的话 我第一个选择呢会回家跟爸妈借行李箱 如果不能借呢我就会用租的 过去我出国的频率大概是一年一两次 用到大型行李箱的次数真的是蛮低的 如果又要一人准备一个平常没有在使用的行李箱 我觉得有一点太占空间了 用租的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大小 还有不同的型号 使用过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顺手 未来有需要经常出国的时候你再购买也可以 第十个清洁用品 洗髮精肥皂乳液牙膏牙刷 这些个人的清洁用品我已经固定品项已经好几年了 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家里也不需要囤货 每次用量大概只剩下一周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拿纸笔记录 看看还有哪一些日常生活的备品也需要添购 再去思考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时间可以去做采买 可能是下班之后顺度会经过药妆店 或是跟老公共进晚餐之后 我们可以索前索三步去做采买 就算是一件日常生活的琐事 只要你经过思考与计划 就会变成一场自己或是夫妻间的约会 到了卖场呢 你也只需要添购你需要的用品 找到东西立刻去结账 这样子你就不用花时间去逛整间的卖场 不会一边逛一边想说 家里的洗发金是不是也快要用完了 既然来了那就顺便买一些回家 因此多了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让家里囤积的物品越来越多 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拥有很多 即使只有一样也不会造成困扰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点心思 生活琐事也会变成生活仪式 提升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我家现在只有一台 Dyson的二合一凉风智慧空气进行 太难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